若叶大多产于石灰岩地区 以其叶面宽 香味浓 颜色漂亮而闻名 江西的静安 由于气候温和 雨量丰沛 成为了最适宜若竹生长的环境 清晨六点 山间薄雾出名 静安县的农民吴金顺 开始了每年采若叶的常规动作 山里人家所采的每一片若叶 都是走过漫漫山路背回来的 四十岁的吴金顺 是以若叶为生的叶农 若叶生长条件 最适合在海拔八百米以上的地带 所以他每天都要跋涉三十里路去采摘 若竹长到叶片可以采时 你有一两米高 当吴金顺满载着五十斤重的 干若叶起身回家时 他还要走上三个小时 等他把若叶从山上扛下 家里人便开始整理打包 打理若叶需要花几天的时间 若叶先按大小归类捆绑 再曝晒至干透发黄 之后切地 最后入库储存 因为千万片若叶 静安成了一个芬芳的小镇 虽然生活在城市的人们 不再像以前那样 买若叶包粽子 但是他们仍然会静静地 等待一年 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粽子工厂 端午节期间 这样一个工厂 一百八十六个员工 一天可以生产三十四万多只粽子 每个果粽工 用他们的经验 创造出一种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 每种动作 每个姿势 每个节奏 都是千锤百练 从四川来到这里打工的刘光荣 已经在五方斋工作了近十年 他一分钟最快可以包七个粽子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一个撑一个嘛 然后后来我自己想就撑两个 刚开始的时候 不是撑一个的时候 他这个撑要跳嘛 然后我就想 怎么让他不跳 就是两个的话 他就不用等这个时间了 像这样的生产车间 在嘉兴共有四个 曾经传统的家庭果粽 在这里被分割成了流水线 专业而标准地生产着每一颗粽子 这里对于粽叶 糯米 原料的产地 质量 用量 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和标准 在机械化和手工操作之间 进行一种极致的配合 就这样 粽子被源源不断地制作出来 送往全国各地 除了若叶香 糯米香 还有一块就是这个肉香 我们里面用的这个肥肉呢 全部是用的基标 就是在北方人来 他们称之为板油 就是在猪的后背 有这么一整块的这个基标 要求严格到什么程度 我们对于这个基标的厚度 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太厚也不行 太薄也不行 我要保证 它在经过我的蒸煮以后 这个基标能够大部分地化掉 能够把这个米浸润起来 那这个米香就能够混合着 这个肉的这个油香 来一起散发出来 粽子如今已然成为了生活中 随处可见的小吃 上班的高峰 也是张春香工作的高峰 只要这一天是工作日 他便有一个早晨的生意 张春香每天早上三点起床 四点就开始在这里 为来往的上班族 蒸煮粽子 准备早点 直到中午 张春香卖了五年的粽子 与这个早餐车 默默看着118广场进起 地铁开通 在进政这个城市发展的同时 他也把家安在了这个城市 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 这位来自台湾的小店老板 则希望把小时候 妈妈留在自己味蕾中的端午滋味 传递给更多的人 蔡俊哲来到上海八个月 之前开了一个台湾小吃店 他的家在台南 为了保证自己的小吃 都是台南最正宗的味道 几乎所有的原料 都从台湾运过来 而台南有名的八宝粽 正是他的主打 台湾粽子里面有卤肉 贝柱 咸鸭蛋黄 栗子 香菇 虾米 还有鱿鱼 再来就是第二主角花生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糯米 台湾的粽子是肠糯米 这边买不到长糯米 只有圆糯米 那长糯米的话会比较Q 然后圆糯米会比较软糯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在这边包的粽子 只能达到七八分下 因为主角就不一样了 然后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软糯一点的粽子 那台湾粽子喜欢拌凉 然后很Q 有点口感 然后嚼起来更香一点 差别就在这里 以前在台湾在七零八零年代的时候 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 只有在这个时候五月节 可以吃到这么丰盛的一个粽子 所以说你们会觉得说 台湾粽子为什么要塞那么多东西 因为满满都是妈妈的爱心 那这些粽子都是当天包的吗 对 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就是说 讲求这些东西的原汁原味 但是说这种东西不能大批量生产 只能手工这样剥 然后有时候 粽子好不好吃 也关系到包粽子阿姨的心情 她心情好 包的好一点 心情不好刷 这家粽子就很糟 由于店小成本高 除了在厨房烧制食物的阿姨 整个店前只有蔡俊哲一个人张罗 从店单收账烹饪小时端盘到收台 都全由她自己打理 她告诉我们 她把这些当成一种快乐 像朋友一样款待每一位客人 提到最快乐的事 她说就是有家乡的朋友来找她喝酒 吃着自己做的东西 听着熟悉的香音 看着人来人往 她很享受这份忙礼偷闲 今年端午 蔡俊哲的小店即将迎来的第一个上海端午节 她并不知道多少人会买她的粽子回家过节 但她希望每个买她粽子的人 都能感受到这份淡淡的端午滋味 记忆起家里妈妈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